刘培源的英文教室正確發音篇第八九集 我们看看这几个字 clutch 你如果有编念编 你肯定是clutch clutch 不是clutch 带耳的音不卷舍 clutch cock 就攻击 当然也是水龙头意思 那我们这边不是在讲一字多译 所以我们就只讲一个意思 攻击 cock 这个叫卷舍cock 当然也可以是男人的生殖器官 coffee 这个叫卷舍 你不要念coffee coffee 很多这个南洋人 东南洋人 coffee coffee 卷舍coffee 它有一点点带r的音 但是你不要念coffee coffee 那又不对 我们中文讲的coffee 你不要念coffee 不对 东南洋的coffee coffee 也不对 coffee all 带一点点r的音coffee coffee 然后你不要念coffee 它是coffee 这个词带r的音coffee 所以你看这么简单 它的发音有点学问 前带带来念coffee 所以这个词念好的话 很漂亮的 coffee coffee 因为它前面是卷舌 后面 coffee coffee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说 倒下来呢 collapse collapse 它这个ad是大卷舌 糊顶 collapse 终于在第二个音节 collapse 它动词 collapse 我们再念一次 clutch clutch cock cock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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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in coin collapse collapse 我们看意思 clutch 它也可以当名词 就是抓紧 那我们这边是选那个名词 它有动词抓紧 名词就是我们叫离合器 大家都知道排档 离合器就很少了 这边离合器 a paddle that is pressed to charge to change gears in a vehicle paddle也可以说那个服液 这个水生植物的液 服液 但是我们一般讲踏板 踏板 不是踏垫 是踏板 就是油门 但是以前那个 这个 手牌的时候呢 现在很多年轻人搞不懂 就是 就是左脚没有用的 右脚 右边是踩油门 左边是踩离合器 所以右脚很忙 那你说 那为什么 右脚就踩油门 左脚踩离合器 它设计上 它就 它就让你右脚很忙 左脚不忙 就让你有警觉的意思 这是一个踏板 press 可以压上去 就可以换档 gears 你不要念gears gear gears 为什么叫gears 它有那个空档吗 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所以以前那是打一个h型的 h型 那个手牌的 像自排的 不用 所以后来开自排 好高兴 好高兴 好轻松 所以以前 我们那个最早开汽车的时候很累 手牌就很累了 一直要排档 然后呢 方向盘 现在是 power handler 自动排档 以前不是 快速的时候比较好 慢速的时候 原地打转 转的那样 类似 然后赵后继 以前是在那个 引擎盖的两边 很前面 角度很小 看得很小 后来摆 摆那个 驾驶座的两侧 驾驶座跟副驾驶座两侧 所以以前老车子 就跟现在不一样 而且以前老车子 一开始车子都比较小 最早还有那个没有冷气的 哇 那个类似 A pedal does surprise to change gears in the vehicle I have to learn how to lay the clutch out smoothly 好 我必须要去学一下呢 如何去让这 clutch 这个离合器 可以 可以 Smith 渐渐的 轻轻的放掉 离合器 你要是踩的 放得很快的话 马上就熄火 所以现在 年轻人开车 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熄火 以前会熄火 机车也是一样 像机车都是 自动变速 都不会 以前机车 这个汽车都有联合器 联合器放太快 放太快 就是会熄火 或者爆冲 放太慢 就是一直不跑 所以太慢太快都不好 I have to learn how to lay the clutch out smoothly Cock an adult male chicken 就攻击 一个成年的 攻的 或男性的鸡 就攻击 它也可以当水龙头的意思 水龙头的意思 也可以faucet 好几个字都可以 讲水龙头 Cock 攻击 或者男性 甚至器官 所以后来呢 就是攻击就 因为是男性器官 所以就不太用Cock Cock 就用那个rooster 用rooster 攻击 以免 让大家产生不好的联想 Cock Cock 每天早上 所以孟长军以前呢 鸡鸣狗盗之徒 后面追兵将是 可是晚上可能早上五点多鸡在爆小 城门才开 怕来不及 所以有一个学会鸡叫 可能夜里三点半 四点就叫 一叫其他鸡搞不清楚 有鸡叫的 跟着叫 结果守门 怎么那么早 不管了 睡眼惺悚 有鸡叫赶快开城门 跑掉 孟长军跑掉 鸡鸣狗盗之徒 这个也会学鸡叫的 也会学那个狗盗 这个是飞燕走壁偷东西 所以他门下十个三千 现在没有了 现在世界上贵族没有了 你再有钱 他不养人了 所以你看以前 两千多年前 两千五六百年前 你看孟长军 品渊军 春生军 信林军 门下十个 动不动两千三千 再加上那个 那个亲属王的 真的爸爸 吕不韦 也是一字千金 改一个字 千金 吕诗春秋 所以以前就说 我就养很多人 因为他贵族嘛 动不动 国王就把一个县 两个县封给他 那个税收归他管 税收给他 所以古代人 有那种东西 就是贵族 现在没有贵族气息 你像看各国 美国总统什么 都老粗 都老粗 没有气息 那欧洲还有一些 有人说贵族气息 要三代养得成 第一代可能土财主 第二代就是一半一半 到第三代以后 才有贵族气息 贵族气息 他也不是说不好 贵族导演说 养尊处优 可是贵族他有的时候 就是 他这个 处事 处事不经 很有礼貌 一切讲究礼仪 也不太动气 然后受到很好的教养 这种贵族 所以贵族有好的一面 那现在 现在很少 那像一般 就知书达理 就不错了 贵族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已经 快要消失掉 Coffee A dark brown drink made from ground coffee beans and a boiled water 就是一个 颜色很深的 带咖啡色的 一种drink 一种饮料 就从地上 种出来的 咖啡豆 我们叫咖啡豆 然后呢 和那个 沸水 开水组成的 组成冲泡 咖啡 所以咖啡豆 也是学问 各种 古巴咖啡豆 中南美的咖啡豆 这各国 美国要产咖啡豆 甚至台湾 古坑 云林的嘉义 那边古坑 也有产咖啡豆 但每个不一样 有的带苦 有的带一点甜味 有的很纯 不一样 那后来又变得 这个最好的咖啡 色肖猫咖啡 由那个色肖猫的 粪便里面出来 这个 以前朋友请我喝一次 第一个 感觉上 情绪上 猫的粪便出来 当然弄得很干净 可是心理障碍 对我们品味不够 喝不太出来 贵的要命 喝不太出来 但是内行人觉得 哦 那个好 色肖猫 咖啡 Do you like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这边刷一个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Coffee black or white? 你喜欢你的咖啡 黑色还是白色? 那这当然一般都知道了 那比较年轻的 或者少喝咖啡 搞不清楚 黑咖啡白咖啡? 黑咖啡 黑咖啡就是纯咖啡 什么都不加 糖也不加 因为咖啡就是 咖啡嘛 糖嘛 奶精这三个东西 加其他那是 很少 所以什么都不加 叫black 就是原味 纯的 带点苦味 那如果white 就是加一点的奶精 那糖 糖是无色的 看不出来 所以你要喝 纯咖啡 还是要喝有奶精的 所以很多 欧洲人认为说 你喝那个白的咖啡 就是很外行 咖啡就要喝原味嘛 就像牛排 很多要弄酱汁 蘑菇酱 黑胡椒酱 那这个老饕呢 就说不用嘛 加一点点海盐 奶油可以加 都不要多 就吃原味 那么最好弄个三分熟 连五分熟都不用 三分熟最好 好的牛肉 三分熟就很好了 那个不好的牛肉 你不管几分 反正就是老 让你不要吃深的 就是一般就是三分熟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奶油 或者是迷迭香 什么就很好 咖啡就喝 喝的黑咖啡 不要喝白咖啡 A coin A small flat and usually round a piece of metal It should buy a government as many 这是一个小小的 圆的 这个平的 扁平状的 通常round a piece 它圆的 就是金属做的 issue什么意思呢 issue就是发行 它可以当名字端端 是issue发行 发行 钱币 发行杂志 都是issue 名字就是事件 事端 或者什么项目 都可以 就是当然只能用政府发行 作为钱 以前汉朝 民间 政府委托民间 他几乎有钱人 他这个 以前那个 最有钱的汉朝 一个名字 一下忘记 富个敌谷 他自己可以注铜钱 五租钱 汉朝的五租钱 富可敌谷 I have gold silver copper nickel coin 我有 这边应该加一个s 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金属的 钱币 我有金币 我有银币 我有铜币 我有涅币 涅也是像我们以前那个 比较小灭额的 几脚几脚 用涅币 I have gold silver copper 这是铜币 couper 这个是卷舌的couper nickel 涅币 collapse to break apart and fall down suddenly 就是破掉 break apart apart就是分开了 破了好几片 而且掉下来 稍微突然掉下来 就是我们也可以讲崩溃了 或者就是破掉 collapse the twin buildings collapsed during the 9-1-1 attacks 这个双子大楼呢 倒塌了 在911的攻击事件 那为什么加s呢 因为它两楼大楼两次攻击 两次攻击 那时候吓死了 2001年还是2000年 就那个21世纪出头吓死了 早上看新闻 那时候台湾刚好纳利风灾 那时候台湾烟得好厉害 金华城地下七楼刚完工 全部七层楼全部是游泳池 都是水 然后新闻一看 哇 911 先是炸一栋 已经吓死了 结果没多久 过了20分钟还多久 哇 第二栋又撞到 好壮观 吓死人了 几千人 2600人死掉 the twin buildings collapsed during the 9-1-1 attacks 但911正式不是这样写 它是另外一个写法 我们再把这些正确的发音念一下 I have to learn how to let the clutch out smoothly Let the clutch out 把它放松 把它放掉 I have to learn how to let the clutch out smoothly 这个 smoothly 这个 smoothly是父子 父子是修士动死 修士let Cock The car crows in the early morning every day The car crows in the early morning every day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black or white?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black or white? I have gold silver copper nickel coins I have gold silver copper nickel coins The twin buildings collapsed during the 9-1-1 attacks The twin buildings collapsed during the 9-1-1 attacks 所以攻击有很多字了 你用attack可以 用assault assault assault 也可以 下八个YouTube频道 这集讲到这里